大家好 我是大东北 那今天咱们找这个美食啊也是当地的特色 这是我身后这家叫大福来 中华老字号 之前呢咱们还是找一个当地人去打探打探了解一下 看到底是什么东西 好 炒那个芝麻芽 芝麻梗间炒 炒完之后撒上边 撒完之后咱们再淋上麻酱 淋上麻酱 就这个啊 一会儿去炒上去吧 咱们先温宝一样的 别打探了当地人 什么味道 你吃过 这什么东西啊 那个芝麻花 这个呢 这个就是昨天吃的 这是搞的 我都没搞的 我都没搞的 这是给你奔足的小吃 这个是搞的 就昨天 应该没这个好吃 这个我昨天在那个美食街买 对应该没这个好吃 这个是什么的呢 这个 还差一块 还差一块 大姐这边是什么 这是面茶 是什么面做的 梅子面 梅子面 那少吃啊 薄的 上齐了 你看我们要的这些东西啊 这个叫灵脚汤 灰民呢叫灵脚 咱们汉民呢叫温饨 我们看它的配菜 有鸡蛋 紫菜 香菜 还有就是 牛肉馅的混沌 这个就是面条 哎呀 闻上去非常香啊 芝麻的香味 这个啊 跟我们在星城拍的不太一样啊 给的量也非常重要 这些呢 就是剪了一些甜点啊 这个是卷圈 这个呢 是苹果 苹果 苹果 这个都是天津挺有特色 天津呢 糕点是非常多的啊 非常瘸 他已经做了这个工具 咱们尝尝这种 外皮啊 是感觉就像咱们炸的猪卷 是皮似的 里边带那个豆芽 粉条 布鲁麻酱 吃着感觉挺像咱们卷饼 卷饼的那种感觉 吃着味道还行 挺好吃的 挺黏的跟酱糊似的 好吃 又甜 又咸 还有麻酱味 还有胡乳味 这个味道 有点乱糟糟糟 这个味道 又出了一个味道 芝蒙的味道 头发就跟面糊是一样的啊 面糊 酱吧 这个味道 尝尝那糕带子 这真甜的 啊 这次哈尔滨也有 就是没有这么大 哈尔滨也就是小 太甜了 这个就是驴打骨 这个就是年糕 这个咱们昨天吃了 味道不太好 咱们这个没吃 咱尝这个吧 呢 不是 这 这里边馅儿啊 像红豆沙子 外边这皮啊 是南瓜 还有那个酱面 混在一起混在面 还挺甜的 这就是甜甜 抱个 昨天在这儿老头儿弄不开 咱们跟昨天的相比还行不着 这比昨天的好吃多了 这个馅啥 这个馅啥 这个跟北方就不太一样 北方早餐呢很少好吃甜点 在这儿有些甜点非常多 全是甜的 吃过来吃甜的朋友 让他家来是不错的甜的 他家甜的鲁 就是甜的老豆 俘虏之麻酱是他们的标配 什么里边都放 上面的东西放的卤 感觉像我们豆腐脑挺像的 只是比我们豆腐脑粘稠一些 这是类似的豆腐脑 味道基本差不多 只不过吃出来了麻酱还有葫芦汁的味道 挺重的 这味道还可以啊 这是咸口啊 一点甜口没有 只有咸的 美食绝不独享 价格必须厚道 吃完了啊 刚才花了三十多块钱两个人 但是啊 我发现几个问题 第一呢 它这个天津小吃啊 味道比较杂 因为啊它喜欢放麻酱啊 葫芦汁啊 甜面酱之类的 所以啊 这味道吃的比较复杂 那如果非要啊 筛选一个比较喜欢的呢 我还是喜欢那个菠麻菜 其他的呢就差一点 再就是啊 我发现天津这个回民店啊 特别多 这个呢我打听了一下 也是有历史跃远的 在元朝的时候啊 打仗的时候 就来了很多回民的户队 来了以后呢 从此就是落地生根 我再往上查了一下啊 在天津这个回民人啊 大概有十三万多人 所以啊 这个回民饭店比较多了 咱们当地啊 汉民也非常爱吃他们的汉 我来天津啊 也是非常短暂的 吃了一些小吃啊 也只是九牛一毛 以后我有机会啊 我一定再来 好好品尝你天津的回民小吃 好了 天津的朋友再见 我们来日方长 拜拜 北京见